我跟你说呀 冬瓜这样做不但颜值高 冬瓜和虾仁结合在一起 那就一个字 线啊 准备冬瓜 咱们先给它去掉外皮 然后把这个瓜羊给它去掉 像我这个样 把这个冬瓜切到厚片 两个一圆镜币那么厚啊 然后整齐的马路盘种 这个大虾呢 你可以选择瞎滑 但是我个人感觉 自己薄的大虾更干净 更危险 薄好的大虾 咱们放在案板上 然后用刀给它做成馅 我跟你说啊 不要多的太碎 有点颗粒状 口感更佳 做好之后 加上青豆玉米胡萝卜 这几样食材增加了颜色 还丰富了口感 加少许的精盐胡椒粉 再加去腥了料酒 一小勺土豆淀粉 然后给它们抓拌均匀 把这个虾滑给它放在中间 然后蒸过上汽 给它蒸十分钟 这样咱们在家做这个虾滑的时候 记住了 不要放太多淀粉 那口感不好 每天硬气的焦糖菜 就能够放点一个呗 想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感谢大家 蒸好了咱们结果 哇塞真香啊 这个时候咱们淋上滚烫的热肉 激发出香味 调味方面呢 我选择了这个白灼枕 这样不会太咸 不会想去这道菜的原有的鲜味 视频下方真的很划算 当然了 你可以用海鲜酱油 冬瓜下鱼这样做 真的是太鲜了 喜欢的老铁赶快试试吧